其實我個人一直認為這四項公投比立法院哪一個政黨多一席或少一席立委來得更重要 因為多一席或少一席 我們兩年後就可以改 三年後就可以改選立委 可是這四項公投 如果一旦通通都是同意過關的話 對台灣影響非常深遠 我覺得國民黨 我剛剛就講說國民黨不打算跟你談政策 他就是要跟你 說比較白就是來亂的 你說執政黨有責任提出電力的配置 沒錯 2018年生化火力發電廠被否決掉了 所以現在趕快弄三接 三接你在否決 請問你又要開超跑又嫌這台車耗油 對不起現在沒有這種火星來的科技 一台車跑得又很快 然後又不好油的 也許以後會有我不知道 但是現階段我們要先解決現階段的問題 這就是執政黨責任 在一黨負責監督沒有錯 監督要有道理的監督 你不是來亂的 這個你也不要 那個你也不要 問你要不要吃飯你不要 問你要不要吃牛排你不要 然後最後說 你都不給我東西吃我肚子好餓 你腰是應該的 現在這個侯友宜 他說什麼 他說 他自己投票是秘密 但是從不從起核四這件事情 尊重民意看投票的出來結果是什麼 可是他又喊話說 如果是到時候產生的這個核廢料 不要放在我身邊 不要放在哪裡 那我們再看看 曾經有傳出 這個是今年三月份的時候傳出說 你台中是不是同意核四 如果同意的話 他就蓋在台中 你同意 可是市長盧先生說 沒有我堅決反對 你想想看 沒有一個人要承擔 可是你又說要重啟核四 那怎麼樣來看 所以他這個重啟核四 根本上就是要弄錢坑而已 講白一點 你想要從這個所謂重啟核四 然後去營造核四廠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就是跟之前 你們撈錢已經撈夠了 不要再撈了 講白就是這樣子 其實之前台中市也曾經提過 他那時候講說 那不然核武 我記得當時台中市的 所謂環保局的局長 他也曾經說 大家不要對於核能這麼不友善 我們如果核四不喜歡 我們還可以蓋核武 後來大家問他說 那你核武要蓋在什麼地方 他們就縮起了 就說沒有 這只是一個專業的討論 很簡單講 第一個事情我要請大家記得 核四這個議題已經多久了 在我們還很小的時候就講了 這是一個已經蓋了超久的東西 今天你要去買一個房子 不要講是發電廠好了 你今天要買一個房子 買的房子 你發現那個房子 在二十幾年前就蓋了 蓋的過程 蓋蓋停停 蓋蓋停停 現在跟你說我要重新蓋 蓋完讓你住 你要不要買 你要不要住進去 這還是一個你說買房子 那我今天講的是發電廠 而且它是核能發電廠 所以其實如果你稍微 用李治想一下就知道 核四這個議題 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 它只是要來造成 我們在政策上 或公投上的混亂而已 那當然我 當然在很多人的評估裡面 他說多數的民眾 聽一聽會覺得 核四不太可能 可是我也必須提醒一件事 很多的朋友以為 核四蓋完了就可以 馬上解決所謂電力的問題 你以為核四是一個開關 按下去馬上就有電 他起碼要重新再run 而且我說坦白 有一些是不是 誰先的誰先 有一些狀況需要再重新 你當初畫包的 零組件的廠商都已經沒有在做了 你在做一個20年前的東西 你現在要的話 要全部重新來 全部重新弄 就算他有辦法通過政府相關核能專家的檢驗 到他能夠發出電來給你用 至少要八年後 所以有一些朋友說 沒有 我們是乙核養綠 我們也支持綠能 我們就沒有關係 你先讓我們用核能 我之後 我們讓我們蓋核四之後等綠能 你現在這樣講 我們現在正在發展綠能 如果你認為你是所謂乙核養綠 你就先來支持綠 你來支持綠電 支持大家如何讓所謂的綠電能夠發展 不要講那個八年後才能做的事情 那剛剛其實我覺得政治人物要負責任 你如果要支持核四 你就直接說我支持 而且我同意說這個核廢料 我們沒有意見 你不要說我支持核四 然後其實公投這件事情很糟糕 我要順便幾個講 我們在公投的題目裡面都有問你 你同意或反對 可是你其實沒有辦法判斷 同意或反對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你說今天吃滷肉飯好不好 不要我不要吃滷肉飯 不然麵好不好不要 可是你講完不要之後 我們沒有在公投案裡面問一件事 那不要之後會怎麼樣 你的對案是什麼 這兩天我看到很多人提說 他發現公投不對勁 你提案的人提出這個東西來 結果你沒有告訴我說 我如果不要這個我會怎麼樣 那你不能所有東西都 最後公投投完之後 兩手一攤說 沒辦法政府你要跟我想辦法 所以我為什麼在 前幾天我就提到說 公投案這四案 它牽涉到的是 台灣的國際經濟政治重要的一個發展 還有所謂的經濟產業發展 大家你要在投的時候 理念上當然都知道說 要或不要 可是你要問的是 那如果不要後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都知道台積電 它現在被稱為是系頓 為什麼叫系頓 因為全世界都需要 這個台積電的晶片 也因為這個晶片的關係 台灣的一個國家的安全 在現在的一個 國際的外交舞台上 備受關注 因為一旦台灣被攻擊 台積電晶片鏈 供應鏈斷的情況之下 全世界的不管是汽車 然後電動車 然後所有相關IC的產品 可能全部都會因此 而沒有辦法產出 所以這是牽涉到一個 全世界供應鏈的問題 那現在其實台積電 需要電啊 台積電如果沒有電的話 那真的是事情很大條 你知道2019年 台積電他們自己的一個 至股東的報告書裡面有提到 他們一年的用電量 是高達132億度 那相當於三接 三接現在要補充的 要出來的量 就137億度 那我們知道 就是包括核能二廠 以及協和發電廠 因為老舊關係要除疫 這除疫減少的電力 是216億度 換句話說 現有的你要少了216億度 未來台積電2奈米再出來 人家預估 是它的發電量 要再增加一倍 所以會從大概現在130億度 變成260億度 那現在人家供給就 電力供給就減少 台積電的 因為要跨到2奈米 需求用電量又要增加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給它沒有電 你給它電力不穩定 那台積電要怎麼樣 繼續往2奈米耐進呢 如果台積電沒有辦法 繼續買 往2奈米耐進的情況之下 台積電的矽盾 就沒有辦法繼續保護台灣了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很嚴重的影響性 第二個是 我們今年的GDP 竟然是5度調漲 中金月現在上看要大概6%左右 可能是5.86% 甚至要到6%左右 這麼好的一個表現 可能你說是創下11年來新高 那為什麼 最重要一件事情 也是因為半導體的一個出口非常的暢旺 全世界都在缺晶片 所以ICT產業需求暢旺 那也就因為這樣 換句話說 如果台灣的電力不穩 不只是台積電一家公司的發展會受限 是會進一步衝擊到全台灣的經濟發展 可能都因此而緩下來 所以說一句實在話 藻礁已經在那邊數十萬年是不是 台灣能不能 台灣這塊土地能不能安全 繼續維持這樣的自由民主跟繁榮 其實很大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跟電有很重要的關係